來,我們看看從頭到尾嗎? 還是... 好,來 聽觀眾要求從頭到尾 來 你看一下,來看看這個君的寫法 來 拿衛生紙,就是要避免沾太多 來,從這裡下去 下去喔 圓的 沾一下,讓它圓對不對 往上提 變成這樣對不對 然後再從上面下來 要沾一下,讓它圓一下,讓它下來 這叫做腳筆的動作 然後再長一點點 往旁邊,這個要平衡 然後再出去 然後呢,從這裡最下面 要下,往上 有沒有 然後呢,一點點出去就好了 然後再從這裡黏住 再往旁邊斜下來 到這裡來 往上 然後呢,從這裡下 從這裡旁邊 再出來 再 從外面進來 然後再過來 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字啊 要特別 第一個字 比較難寫 好,然後從這裡過來 然後從這裡過來 然後從上面寫下來 然後從上面寫下來 拉長一點點 然後從這裡 然後從這裡有一個口 這個口要扁的 然後呢 再從這裡過來 從這裡下來 旁邊出去 有一點點 弧度 再出去 然後再從上面拉下來 所以呢 從這裡到這裡 並沒有直通 所以你感到 它還是有 有一點點的 這個 沒有那麼直 好 你看看 這個 會 這個 拳從中間 往旁邊出去 上去 只有收筆了 然後從這裡 往下 往旁邊走 出去 圓的慢慢起來 有沒有 然後再從這裡 藏進來 拉過來 它的收筆 很自然的停 但是也要慢 不能一下子 就收筆 然後再從這裡進來 慢慢的再過來 好 停 所以呢 這個寫字 有時候 他說修咬的功夫 本來就是因為 它必須要慢 好 從這裡上面下來 然後再從這裡 有一點點 往外 再往內 然後再過來 如果你跟著它的字體 你要寫得很寬 這個字一定寫得不像 那你就不能寫 再實際寫就不寫 這樣過來 要寫小一點 這樣下來 然後再從裡面下來 再來 再來 再過來 翻過來 有一點點 輕輕的帶 然後再從下面上 好 然後再過來 頸 從這裡下來 然後平行 然後再從這裡過來 然後從這裡過來 平行 然後一點風口 然後現在下來 鼻風進去藏 慢慢的慢慢的過來 對不對 然後從這裡下 做圓的慢慢起來 好 然後從這裡過來 要注意保持 每一個筆畫 椅筆畫之間的一個 什麼空間 喔 有沒有 然後再從這裡下來 喔 然後往旁邊 再往旁邊 好 那這個要遠一點 你看這個遠 所以要這個要慢 更慢 好 井井丸 其實朝全碑叫做朝井丸碑 因為朝全就是井丸嘛 所以我們是說我們的字要跟我們的名字配 比如說張飛 張飛智什麼你知道嗎 張飛智義德 關公 關雲場 這樣下來對不對 然後再往斜巷 往旁邊出去圓的 圓的慢慢起來喔 再看這個敦煌 像這個 如果初學者碰到這種 這種漫無邊際的字 只會欣賞說很美 但是學不來 因為他沒有九公格可以看 他不知道怎麼學啦 所以我很辛苦 但是我們以往的受的苦就是說 根本也是寫的不著邊際 寫的很辛苦 這樣對不對 慢慢的慢慢地再出來 一點點而已 沒有的時候 很重 這樣 然後從上面寫下來 然後再從這裡過來 從上面重 然後下來 有點斜下 然後上去一點點 然後再從上面 往旁邊出去一點點圓的 然後就是這樣 蹲 黃呢 黃 其實我們那時候寫的時候 就是這個就是兩點先寫 然後從上面 往旁邊慢慢地過來 然後再從這裡過來 其實不需要出去 然後點點在這裡 下來 往旁邊出去 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好 他的橫畫好像比較細有沒有看到 嗯 下來對不對 然後從這裡上去 這個是精神筆劃 又是主要筆劃 往下按重慢慢起來 這樣子 那還有就是說寫的時候 你的墨要稍微濕潤 才能夠把這個什麼 這個筆劃寫得比較圓 如果你太乾或者是墨太少 你要弄得圓筆不容易弄 不容易沾啊 不容易寫 所以墨要沾多一點 稍微濕潤 因為它沒有所謂的多還少啊 不知道 到底什麼叫多什麼 就是濕潤 所以有些 有些東西就是 你很難界定說 多到底要多多呢 這樣過來對不對 對呀 一點一點 所以就是濕濕的 淡淡的 這樣過來 這樣站直一點點 斜但是直一點點 然後從這裡 藏進來 下 旁邊 下圓的 慢慢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它還蠻甜的 還不是說很扁的 那可能是後來的人寫 也就是把它寫扁了 因為 歷書給人家感覺就是扁嘛 但是 你覺得真的扁嗎 好像也不是真的扁 好 好 那這個人 跟 左右兩邊的 筆畫就 肉差很大 肉差很大 所以呢 寫這個人 如果 如果 依照這個比例來講 可能會寫得很長很長 為什麼 因為 肉差確實很大 但是我們自己寫的話 我們稍微跟它平衡一下 不會那麼大 就說 稍微 跟它量一下 跟它稍微 縮減一下 免得無限制的大 齁 好 這個 這個也是很長 往上面 往旁邊出去 圓的 圓的 這樣過來 圓的 有點尖的感覺 好 好 再來 齊 從這裡 藏進來 藏進來 拉著 然後從外面 進來 從外面 進來 裡面吸一點 再吸一點過來 然後從這裡 藏進來 圓的往上面寫 往下慢慢出去 往下慢慢出去 好 然後再出來 好 所以 就先這樣行 好 再來呢 先從這裡圓的下來 然後再從這裡進來 然後從上面下來 然後從下面 平行下來 從這裡往旁邊出去 下來 出去 圓的 好 再來 用這個蓋 從外面進來 外面進來 然後平行 然後呢 再下來 平行 再平行 一來一長的感覺 好 從這裡過來 從裡面拉 從外面過來 下來 然後這個 從這裡上去 再拉 拉過來 齁 我們沒有寫那麼 這個那麼寬 所以窄一點 往下 按重 慢慢起來 好 好 再來看周 從這裡 往上 下來 再彎過來 外面出去 從這裡過來 再下來 好 然後呢 從過來 來 然後再從這裡過來 下 下 好 就是走 好 好 看這個枝 一點 兩點 它好像這個比較高 但是也沒有關係 這樣過來 對不對 到這裡來 那這個 這個的角度要小 不能大 所以呢 往下 往旁邊出去 圓的 慢慢走出去 齁 再來 周 外 在內 再過來 下來 這個 從上面寫下 好 然後呢 再從這裡過來 好 再下來 好寬喔 收 好 五王 五王的五 從這裡過來 對不對 然後從這裡下 從這裡下 從這裡下 斜過來 按出去 然後呢 從這裡過來 然後 它這個五啊 是從這裡過來 一個 兩個 三個 按過來 好 應該就這樣 對 然後這個地方 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 圓的齁 好 來看一下 王 是從這裡過來 平行 這稍長一點點 也沒有很長 然後從上面 進來 下來 然後從這裡 圓 往上 然後 按下來 慢慢起來 慢慢起來 好 再來 餅 餅是從這裡出來 然後從這裡過來 從這裡過來 從這裡過來 再由外 往內 然後平行 它的間隔 都把它固定喔 不要 不要 有時候 看到好像很寬的感覺 一些寬 字就很長 就在隔子裡面 就藏不住了 再來 再從夾角出來 按送 慢慢的出去 好 餅 再來呢 肝 從這裡進來 從這裡過來 它的 這個 口 或者是它的 方格子 幾乎都是 有一個 上 寬下 窄的感覺 然後從上 而下 然後這樣過來 我把它寫得比較緊 要不然寫得很鬆的時候 智慧很大 按理說是 你要 跟鐵子的比例上是百分之百 就是說它多寬 你要寫多寬 啊 縱使你要不一樣 那也許是怎樣 也許按比例來 來分配吧 可是我們就自動把它縮小 縮小版 從下 按重出去 慢慢出去 這個點沒有 要注意一下 好 再來 肌 肌怎麼寫 進來 然後從上面寫 這樣就好了 從這裡過來 然後點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從這裡過來 再下 再從這裡過來 再過來 平行 再從這裡下來 那這個是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所以你這個如果沒有寫緊湊的話 你說啊 這個它已經 你這麼開 你這麼開 你這個格子就會很寬 所以這個從這裡下來對不對 平行 斜下平的長 然後這個圓的 然後從這裡過來就好了 如果你拉開 這格子一定是很扁 其實依照比例來講 這個也是很窄的 很扁的感覺 好 那另外呢 剪發 剪發 剪的斜法呢 是從外面再進來 然後這個最長 進來 有沒有 它很長喔 下按 衝慢慢起來 然後呢 這個過來 翹上來 這個下來 下來 有一點點斜上的感覺 然後呢 這個再一個這個 然後再一個羽毛 再一個羽毛 這個 一個羽毛 剪 這個太小了就看不出來像剪 好從這裡過來 有一點從這裡上去的感覺 然後呢 從這裡下來 上去 從這裡下來 往下面很重 慢慢出去 然後呢 再從這裡過來 那把三分之二留在下面 其實很多應該把三分之二留在上面才對 好這個叫做陰 這個叫陰 那陰怎麼寫 先寫這一畫 然後再寫直畫 然後呢 這個再過來 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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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寫一個過來 其實這個稍長一點 好 這個是書 書是武器 轉過來 站直彎過來 彎過來 從上面寫 中 慢慢出去 所以 如果你按照他們的比例來 哎呦 這個浮掉了 浮掉你看得懂 看得懂 好 陰 陰三 從這裡短橫 這裡長橫 哦 拉得很長哦 下 中 出去 哦 然後呢 其實我是覺得它應該是這樣的 可是這個字給我們的感覺不是這樣 這樣過來對不對 然後呢 從上面下面 然後這個 從這裡再過來 從這裡再過來 所以以為是它是怎樣 直接從這裡畫下來 嗯 那就是有一點點誤會 不知道是 哪樣才是正確 聽到 轉過來正確 好 那落款 你也要學會落款 來 朝全碑 好 對 一 好 跟 跟 跟著下 月 因为你可以写你的名字 有的人说 老师我可能会写到老师的名字 真的 人00年就写老师的名字 像那个奇中考 跟他讲好几遍说 你不要写老师的名字 写那个黑板的名字 我写陈大同 竟然有人 相接的意思是 你出品了 待人时他还��的 司会 你能写你 我写的是 我写的 我写的 有细诞 那我心里做的 你写的 你写你写你写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